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是2022年的 这个是1月26号星期六了 那么欢迎回到现实人生 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终于终于 应该大家可以休息的 可以放松心情了 自从上个星期六啊 全国大选之后啊 一直到星期四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好好的睡一觉 他一直一直在担心 在害怕到底要割包皮 还是不要割包皮 是不是 那么还好呢 星期四呢最终的安华胜利 安华呢宣誓 当了首相 然后当天晚上呢 安华宣布呢 星期五没有假期 然后呢 星期一就有假期 所以呢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去休息了 所以这个周末呢 我会到这个马六甲 去休息一下 那么大家呢 有什么节目 有什么安排呢 记得记得放松心情 放松心情 好好的休息一下 不然不要像老马 如果像老马呢 就不好了 老马呢 97岁的 他早就应该休息 早就应该过他的逍遥自在人生了 但是他就是不相信 或者他被误导 还是老狐狐 还是什么什么 还是他固执 还是他小气 我们不知道 他就是不相信 所以他这次啊 输了125万 哇 也许对他来讲 125万是小数目啦 但是对任何人听到 哇 125万 因为他的GTA呢 125仓存 通通存军覆没嘛 通通都是安柜金 杀布到 通通安柜金被没收嘛 所以他输掉125万 知道吗 输掉125万呢 才抗开人生 才决定给自己放假 那太迟了 所以大家还没有输125万之前呢 就懂得给自己轻松 给自己放假 那么这个才是呢 正确的人生啦 所以很多人就想嘛 那么既然安华做首相 老马会怎样呢 老马会不会活得好好的呢 老马会不会恭喜安华呢 有啦 老马呢 总算是恭喜安华了 来我们看一点那个新闻啦 所以老马跟安华的恩恩怨怨 真的是回溯到24年前 当这个老马把安华开除之后呢 原本认为只是一个 哎 这normal开除啦 这是normal 因为当时老马是暴君 他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绝对 absolute power 的独裁者啊 那那个年代大家经过的都知道老马有多可怕啊 那么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也想不到 他把安华开除了之后呢 安华呢 会带动这个烈火莫习 这个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 你看其他人被开除呢 有发动这个烈火莫习 这样的人民革命吗 没有哦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安华会带动这个烈火莫习 到24年之后呢 烈火莫习呢 终于成为大马首相 成为大马第一个呢 透过革命 透过反政府 成功的 透过人民损上来的这个首相 所以 早知如此 当时你为什么要开除他呢 所以老马呢 这一次呢 真的是 输到最惨的一个 所以 也很恭喜 大家啦 大家用手中的一票呢 让老马退休了 真的是功德无量 真的大马人功德无量 你们用手中一票 叫老马退休 这是应该的 那么这个老马已经祝安华了 祝你成功了 所以他很小气的 他还是讲这句话 他这句话里面呢 还是充满着那个 怨恨跟不甘怨 然后 因为我们 我们研究老马这么久呢 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很清楚 他的个性的 他 安华 当首相的路 没有这么容易走的 因为 还有很多的问题嘛 但是我们今天不讲先 所以老马 祝你成功呢 背后带有那个贬异 带有讽刺的那个意思的 所以他 到现在他的心 还没有改变了 所以这次 惨败呢 输了125万呢 不知道他的人生 还有没有 受到教训 所以他接下来呢 专注写历史 专注写书 所以他要乱乱写东西了 知道吗 那 所以老马写的东西呢 他非常非常的扭曲的 就是 总之呢 很多事实呢 他会给他写到没有去的 好像那个我们 我家像那边吗 小湾吗 隔壁格尼寺啊 那个格尼寺 今天那个 将军吗 格尼吗 等下一定会给他写到没有去的 越亚来是肯定给他写到没有去的 所以他写的东西呢 大家也 不需要去看 都是扭曲 他写的历史呢 扭曲历史的 他一定是把那个 那个其他的那个英国人的功劳啊 抹杀掉 华人的功劳啊 抹杀掉 他自己印度人的功劳呢 也抹杀掉 中山班当然也会给他写到没有去的 知道吗 剩下他自己办了 所以 所以 到时候呢 也不需要去看了 因为他 还是充满仇恨 他的仇恨呢 还没有放下 所以他会把他的仇恨呢 换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继续的 来给那个国人 皮脑 继续的给国人 嫁毒 所以 写作啊 然后讲多多了 那么 马走了 但是哈迪 却来了 所以这个马哈迪呢 纠缠我们 上40年了 啊 他上40年都从他第一次做手上 所以马哈迪呢 还没走啊 马哈迪 还在 因为这个马呢退休了 但是哈迪呢 又出现了 啊 哎呀 所以这个字啊 马哈迪啊 到底要破浪大马多久啊 那么接下来是 哈迪的时代 然后以后 以后我们 会专注讲这个哈迪呢 会给大马带来多大的那个危机 没办法了 啊 现在他是赢最多的吗 他的一档赢最多的呢 啊 所以马走了哈迪又来了 啊 所以这个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 看我们的安华首相呢 能不能够撑得住 这个 马哈迪的 公司 马哈迪 哎不要以为这个马 不会 去进攻他的 会的啊 他不久不久又会讲 讲一些风凉话的 然后哈迪呢 是肯定的 会堕堕必冷的去进攻 我们的安华首相的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这个马哈迪呢 安华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那个数据出来了啊 啊就如我上一篇讲的这样子 如果只是希盟单单做政府的话呢 他不是这个 克拉迦不把断 不是团结政府呢 会有危险的 因为最终全国只有 11%的马来人呢 投票给希盟 知道吗 啊 这个数据出来是这样子 马来票呢 11% 少之又少 啊剩下的就是其他民族了 其他民族就是惯那个 那个希盟下去的华人94%投希盟 然后5%投国阵 还是有人投国阵的 然后国门呢 有1%的华人投 知道吗 老马的党没有华人投啊 然后 印度人呢 差不多83% 都投了那个希盟 好了 那么国阵呢 就有33%的 马来票 所以国阵还是 有人支持啊 啊 问题就在于 那个 马哈迪 那个哈迪呢 国门呢 拿到 54%的 马来票 所以呢 54%的 马来人呢 投票给 国门 啊 所以这个就是 问题啊 所以 我们不要说 为什么 阿公要叫国阵呢 跟那个 希盟呢 合作 所以你看 希盟哪是1%的票 国阵有33%的票 加起来是14%啊 啊 就我其实其实我上一篇讲错了啊 他真的不是majority啊 他还是minority 44%呢 还是 少过 国门的 54% 所以这个是 接下来的 啊 新季度new season的 大马的政坛的那个危机呢 啊 很快就会来临 所以这个安华的 这个道路呢 啊 没有这么容易走的 需要大家继续支持 老马方面呢 老马呢 完全错看 完全算错那个局势 所以 他为什么 最近呢 讲到这么极端 知道吗 因为他一直认为呢 他要拿马来票嘛 他还完成 放弃了 华人票 印度人票 跟其他民族票 你看希盟现在 安华做首相靠什么票 靠华人 印度人 靠其他民族 靠多元 加上马来人 这11% 他 多元路线 老马要走呢 非常极端 马来人路线 就是跟 我们的路线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老马 错算局势了 因为他还一直以为是2018年 2018年呢 哎哟 其实人家不是投老马 人家投希盟啊 啊 现在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当时大家投的都是投希盟啊 不是投老马 啊 老马一直以为还有人支持哦 所以直到现在呢 他的GTA呢 输了125万之后 他才明白 通通安卫金被没收嘛 他终于明白 终于清醒 终于回到现实世界 终于回到现实人生 他终于明白了 他其实从2018年开始呢 他早就没有人去了 本来就没有人支持他 他是站着希盟的官 站着火箭的官 站着公正党的官 他才有被损上来做首相 所以他真的是算错东西 这一错呢 错了四年 然后希莱登这边 他又算错算错 给丁丁 压过他 做首相 所以呢真的是 不行了 真的是老了 然后97岁呢 这些东西呢 还是奉劝老马一句 请尊重历史 尊重史实 不要再把那个种族主义呢 写在你的历史里面 他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老糊涂 老糊涂还不要紧 扭曲历史呢 外曲历史呢 这个才是千古罪人 希望这个老马呢 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他 再继续写那些扭曲事实 扭曲历史的东西呢 他还会再遭受 另一个报应的 这一次他输了125万的 输到身败名列了 已经是够大的报应 大家有胜之年终于看见老马报应了 当然安华暂时会对付他啦 安华现在很蛮啦 那个哈迪马哈迪 那个哈迪就很 很令人头痛了啦 他就暂时会对付马哈迪啦 这不是 但是如果老马再乱乱写历史的话呢 他总有一天呢 他会得到 另外一个更大的 对不对 好了 老马暂时告一段落 希望他不要再出来祸害人间啦 好了 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回见 帮 nome 这个频道 帮忙把你的鼓励 咱等我订阅 啦 这一 这三